2023年11月20日 扬声大师集体 人类正在转向第五维度吗? 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 一辙扬声传导 祝福!我们是FIMUS 我们是扬声大师的集体 你们每天都在越来越多地觉醒 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 如果你们愿意看到人类中正在崛起的意识 你们一定会找到它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你们最终确实找到了 你们正在寻找的东西 这是事实 因为你们有时会对其他一切蒙蔽双眼 有时这些蒙蔽对你们有用 有时却没有 但如果你们要出去寻找人类 正在集体进化和意识转变的证据 那么眼罩确实对你们有用 如果你们想在世界上寻找问题 或在你们自己内部寻找问题 你们都可以找到它们 而且你们可以不断地找到需要解决的问题 无论是在外面还是在你们的内心 但当你们意识到你们不需要修复任何东西时 你们就可以在当下以你们认为完美的方式生活得更美好和快乐 关于你们自己 关于人类 关于地球和地球体验 再说一次 如果你们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创造一个完美的星球 一个完美的人格 让自己周围都是完美的人 那么这将成为你们一生的努力 相反 如果你们向自己承诺 你们将享受本来的生活 享受自己的本来面目 并寻找其他人最好的一面 那么这可以成为你们一生的努力 我们向你们保证 你们将拥有以这种方式 让你们的生活更有趣 更满足 现在你们会发现一些你们想做的事情吗 绝对地 有些人在解决问题时感到非常高兴 知道你们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工作 并且你们将永远处于灵性进化的状态 对你们来说是件好事 因为很高兴知道 这个过程将继续下去 自然地展开 你们可以有意识地参与其中 但你们不必在今天要做的事情列表的顶部写上 修复我身上的所有错误 然后在第二行输入 并且然后开始为其他人工作 这就是人生的艰难之路 如果这一切只是为了回到源头并留在那里 那么你们很久以前就已经这么做了 你们会选择快速、简、单、润滑的道路 相反 你们想把你们所走的道路上的所有曲折都交给自己 这样你们就可以向自己展示如何在这些条件下去爱 如何在这些条件下体验快乐 然后你们就会知道作为源头是什么感觉 源头总是看着一切和每个人 就好像我们都是完美的一样 知道你们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 当你们这样做时 你们就与你们作为源头能量的真相保持一致 当你们从今天要做的事情清单上画掉一些事情时 你们会感觉更轻松 你们会立即感到平静 然后你们就可以以我会等待一些东西来激励我 然后我会这样做的态度来对待你们的生活 这就是我们扬声大师集体所推荐的生活方式 现在就是这样 我们是Famous 我们是扬声大师的集体 2023年11月20日 大脚星集团 神圣意识的创造 传导 Maryland Raphael A 译者 扬声传导 欢迎 亲爱的读者们 重要的是要明白 每个讯息的内容都是由你们这些读者会制出来的 更充分的灵性觉醒的意图会自动地表现为新的见解和理解 这些见解和理解往往来自最意想不到的地方 陌生人或朋友的一句话 一次经历 突然的顿悟 一本书或一篇文章 一则管道讯息 或最重要的是从内部 永远不要怀疑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此时似乎没有发生任何积极的事情 但正如我们之前所说 地球和个人进入更高的频率 需要清除已经存在的密集和过时的能量 这通常透过激活 观察 评估 然后消除来进行 你们目前目睹的个人和地区之间的大量暴力 都是由数千年前产生的能量组成的 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对一体感知开放态度 世界大部分地区开始认识到战争的徒劳和愚蠢 尽量不要偏袒任何一方 因为当你们这样做时 你们只会为局势增添更多的能量 你们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 但更多的是作为观察者而不是参与者 除非被引导为积极主动 接受上帝以外的任何事物作为力量都是旧能量 即使外表证明事实并非如此 允许这个过程 允许并不意味着拒绝 抵抗或假装不知道某些负面的表象 而是意味着站在一边并允许他按其可能的方式展开 而不为其提供额外的力量 因为神是独一的力量 除了你们赋予他的力量之外 没有任何东西本身具有力量 与上帝和他人分离的信念 是所有斗争 暴力 不成 识 虐待和权力问题的基础 所有的不和谐都是二元性 分离和意识的两种力量状态的表现 因为除了上帝神圣意识之外 没有任何东西存在 所以他是被视为物质的一切事物的真正实质 因为每个人都是这神圣意识的个体化表达 他们也不断地从意识中创造和表达 生活在三维意识中就像透过一扇沾满泥土的窗户看生活 成为一个人意识状态的每一点真理都会清洁一部分窗户 直到经过许多声势的学习和体验 这个人的窗户终于干净了 让他以一种新的 更高的 更真实的方式看待世界 泥土只不过是幻觉 是从未真实的概念和信仰的残留物 心灵是意识的途径 是将意识带入显化的解释者 上帝意识现在 过去 将来都会透过神圣心灵无限地表达自己的完整性 同样 人类的思想也在表达他们的意识状态的内容 人类思维自动将一个人的意识状态解释为 充满二元性 分离和两种力量信念的思维和意识会自动表达 为反映这些信念的无限多种形式 有时是好的 有时是坏的 意识是面糊 头脑是松柄 如果或当你们遇到反应低于你们当前意识状态的共鸣的问题时 你们的灵性之旅可能会以某种方式失败 你们并没有失败或恢复到以前的意识状态 而只是在体验就能量 因为他们正在移动以进行清理 允许这个过程并记住永远不要声称任何较低共鸣的东西都是你们个人的 唯一属于你们或永远属于你们的品质就是上帝的品质 目前每个人都在清理旧能量 这是扬生过程的一部分 生活在进化程度较低的意识状态中的生活 创造了低共振能量的积累 必须清除这些能量 才能使人与心的更进化的地球的更高频率保持一致 清理通常涉及身体因疾病、事故或某些前世问题而虚弱的区域 观察并承认神是流入万物的 当你们有一天一切似乎都完美地就位时 承认祂是透过你们显现的神圣和谐 当你们目睹爱、宽恕、耐心等的实力时 你们会意识到这不是个人本身 而是上帝透过他们表达了他的品质 人类本身没有爱、宽恕、耐心、慷慨等可以给予 这些是上帝的品质 只能透过对他们开放并与之一致的意识来表达 永远不要向一个人寻求爱、宽恕、耐心等 无论情况应该如何 因为除非人愿意接受 爱、宽恕、耐心等 否则他们就没有能力给予 只向上帝寻求上帝的品质 你们会发现他们从你们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流向你们 接受并相信你们所寻求的一切已经完全存在于你们之中 我这个字是神圣的、有创造力的 我是上帝 而不是大多数人所相信的个人自我意识 当你们想告诉自己时 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病了、我穷、我很蠢等等 永远不要忘记你们是个创造者 透过认识到上帝已经完全存在于你们所在的地方 允许我在没有条件限制和自我干扰的情况下表达 任何影响或接触自我之外的上帝的尝试都是一种偶像崇拜 作为神圣意识 我是 我选择创造什么呢? 我们是大脚星集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